数月前南京的大型超市乐天马特在消防检查中被查出大量的火灾隐患 当即被泽灵整改 目前呢整改已经接近尾声 消防部门再一次突击检查 但是结果呢并不令人乐观 闹市区的这家大型超市呢 平均每天的客流量在7些人左右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都突破万人以上 可是就在这样的超市里呢 我们消防经过几次的整改还发现 仍然有多多的这个消防隐患问题 比如我身后的这道卷帘门 可以说是防火的这个生命之门 但是这个卷帘门似乎看起来不吞门的灵光 当火在发生时 卷帘门自动下降 实现事故现场紧急隔离 将烟火燃烧蔓延控制在局部范围内 同时为人们提供充足的时间逃离火场 然而超市无视防火卷帘门存在的价值意义 在防火卷帘门下堆制了大量货物 见到有消防人员来 几名营业员迅速扫清防火卷帘门下的障碍 但卷帘仍然无法自动升降 按照规定 公共场所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熟悉消防器材的使用 要进行相关培训 而在这家超市抽查的三名工作人员中 仅有一名能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那我们一般就是说有最准火燃的防火 面子还是最准备的部位 在这种根部 那天马特的棒房呢原来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 那这次呢投入两百多万整改之后呢 这个棒房才能使用 但是这次检查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棒房现在已经作为仓库在使用了 而作为一个消防的心脏部位是完全不能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从这儿如果想走到控制台 在慌乱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问题 因为在我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我上来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而且障碍重重 按照规定 消控室应该严格的执行双人值班制 而这里的消控室仅有一名值班员 那这个系统应该怎么处理呢 系统首先就是如果是真正护检 首先把那个叫什么 手动打给为自动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测试一下就是刚才我看到那个书店 就刚刚出口这个书店 发生了个小火情 你现在怎么办 派一名你派 现在开始你派 就是喊就是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吗 你现在没有啊 那你怎么去联系他 在这次突击检查中 尽管部分隐患已经整改 但是火险仍然存在 消防部门也给出了最后的整改期限 看到超市存在诸多隐患 很多顾客表示 缺乏安全感 是吧经常过的 因为就住在附近嘛 那下次来肯定要少一点嘛 来的时候肯定要住一点嘛 除了乐铁马特超市 消防部门这次的突击检查 还涉及南京多个公共场所 对于存在的隐患 消防部门再次得令相关上加整改 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的购物环境